Linear Transformation Linear Transformation Linear Transformation 各位同學 在我們的IR設計裡面 我們介紹的這個方法 是雙線性變換的方法 Linear Transformation 然後雙線性變換 基本上 它跟微分清智法 跟脈衝不變法的差異性是 前面兩種只能用在 低通濾波器的設計 好,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雙線性變換的方法 主要也是一樣 將S平面的左半平面對應到 Z平面的單位園內 好,所以相反的 S平面的右半平面 就對應到Z平面的單位園外面 那我們這個方法主要的想法是 用T形的公式 來經過數值積分的方式 來計算 S跟Z平面之間的關係 好,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 我們的S function 是長這樣 好,很簡單 S加A 除上分值B 那我們來看它跟Z轉換的關係 所以從這個S的 function 我們透過inverse 我們當然知道說 它自從Tidal面是從這個文分放成式來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把這個微分做積分的話 積分起來是不是把 這個積分出來值變這個東西 假設從T0計到T的話 那這是它的微分值 然後這個是它Y of T0的值 所以YT就等於這個式子 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我們今天考慮數位的時候 我們就把T換成NT OK 那T0就是什麼 NT-T 就是它前一個取樣時間的值 好,那我們來看 T型積分法的概念就是說 T型積分法的概念就是說 假設我們要算 NT-T跟NT之間這個面積 對不對 我們要算這個面積 為什麼要算它的面積 因為我們知道 YT經過取樣式又是YNT 然後你看 這邊一個積分的符號 是代表我們要計算這個 綠色寫片部分的面積 對不對 加上YT0 YT0就是什麼 YNT-T 就是加上這個的值 對不對 這個值就是這個 那中間的積分值就是用什麼 利用T型積分法來積分 為什麼用T型積分法來積分呢 我們知道 兩個間隔距離是T 這個高度是 Y'NT-T 這是Y'NT 所以把這兩個相加 底加高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這是高 是這樣的T型 除以二 就是它的面積 再加上這個值 就是我們要的這個值 所以它的T型 數值的積分法 就是這樣來做 好 所以我們原本的 維分方的式子是這樣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可以換成 這個式子 取樣完之後 因為用T把它用NT來替代 然後接下來 我們把這式子怎麼樣 做一個整理 這邊注意到 我們這個Y'NT的時候 因為剛才是T型公式積分法 我們把這個Y'NT 把這個值用這個帶進去 當T等於NT的時候 把它換進來 換進來 你可以換進來就可以知道 你NT就可以用這次換進來 Y'NT-T 就是把這個再-T 就是把這個-T -T 就是換進來 好 那經過整理之後 那我這邊為了符號簡化 我們把Y'NT 來表示Y'NT 因為一直出現大寫T 看起來符號會比較亂 分別用Y'N跟S'N代表 Y'NT跟S'NT 好 把上面的式子整理完之後 我們得到這樣的一個等式 這樣的等式 好 那我們再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完之後 我們經過Z轉換 我們主要要發現 S function跟Z function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要經過Z轉換 然後把這個式子經過Z轉換之後 我們得到這個式子 好 我們再整理 因為現在是YZ跟XZ 所以我們要得到HZ 所以要怎麼樣 再整理一下 整理完之後 我們可以得到HZ 當然是YZ除上XZ 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好 那這次式子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再整理一下 最後得到這個式子 然後我們回想起來 我們剛才原本的 HA of S 是什麼 B除上S加A 那當你經過剛才的T型積分法之後 我們得到它的Z轉換是得到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跟前面這個式子比較 S是等於什麼 這個東西 對不對 好 那既然等於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結論就是說 我們S等於這樣 這叫做雙線性轉換 它依然是用NJ的微分方程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S跟Z平面的關係 透過這樣的轉換 那是否能滿足我們S跟Z平面之間的關係呢 單位元是否對應到另外S左面的左半平面呢 好 假設在Z平面是R E J Omega 那在S平面是Sigma加上J Omega 那透過這個雙線性轉換的公式之後 我們分別把它帶進去 交叉 把S用這個符號帶 Z用這個符號帶 我們主要是要找到R跟 R Omega跟J Sigma Omega之間的關係嘛 好 好 這把它替換 這邊我們要知道說 因為我們R E J Omega 就等於 歐拉的公式嘛 我們把它換進來 換進來 換進來之後整理完之後 得到十步 跟虛步 所以這邊的十步就等於什麼 這邊十步 就等於這個嘛 Sigma 虛步就等於什麼 這個Omega 好 透過這樣的關係我們知道 Sigma就等於剛才的十步部分 虛步 就是Omega 好 那我們來看 假設 假設 我們R在單位元之內 因為R小於E嘛 在單位元內 它是不是代表說 Sigma就是小於0 為什麼 因為你R小於E 帶進去的時候 這就小於0 你帶進去 像減掉1 對不對 就小於0 因為這負的嘛 如果是等於1的話 相減會變0了 所以Sigma等於0 好 大於1的時候 就會 大於0 因為它比較大嘛 那這代進去 都正了嘛 好 所以 從這邊看出來了 我 單位元內 對應到左半平面 單位元上 對應到虛軸 單位元外 對應到右半平面 所以這樣的雙線性轉換 的確符合我們要求 好 那我們剛才知道 單位元上 是代表 在S domain Sigma等於0 好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這樣式子 帶進去之後 從剛才式子帶進去之後 我們得到 Omega 就等於說式子 在S domain 它的頻率 然後我們現在主要找 在S domain的頻率 跟在Z domain的 Omega 頻率的關係 所以Omega 大寫的Omega 是代表S domain的Omega 是得到這個式子嘛 因為我們知道 這一項啊 我們來整理一下 好 把分別拆成這兩個 這一項給兩倍這個 乘上它 好 這個換成這個 然後約 約掉 之後得到T Omega除以2 好 所以把這一項 用T Omega除以2 來換掉 就得到 大寫的Omega 給2 除上T 乘上T Omega除以2 也就是說 你把這個 反過來寫 Omega 等於什麼 兩倍的Arctension Omega T除上2 只是說 兩個互換的關係 我們知道這個關係 好 那我們這邊來做個例子 我們透過雙線性變換 來將類比IR 濾波器 設計成數位濾波器 這時候它共振頻率 Omega R是2分之π 也就是說它有幾點是2分之π的地方 這是它類比的 的function 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 怎麼樣設計呢 首先我們知道 類比的function 是這樣 代表它的起點是什麼 在這個地方 -0.1 加4j 好 那我們來看 這時候 Omega就是4 好 透過剛才雙線性轉換的公式 在數位的頻率裡面 就是Omr 給兩倍的Arctension 這個東西 所以把Omega帶進去之後 我們得到 在數位的時候 我們取樣頻率是2分之π 然後Omega是4 帶進去得到T是多少 T是得到1分之1 代表我們的取樣時間是1分之2 好 所以 我們看到了 透過雙線性轉換 我們把T用2分之1帶進去的時候 S就等於什麼 這個式子 好 所以整個 S function 用這個 帶進去就可以得到什麼 Z轉換的值 有沒有 因為把S 用這個換進去 所以剛才的例子告訴各位說 我們首先必須怎麼樣 透過題目告訴我們 在數位的濾波器設計是 OmegaR是2分之π的時候 然後從 大寫Omega跟小寫Omega的關係 取得我們的取樣時間 T是2分之1 然後才得到我們雙線性變換的 S跟Z之間的 關係 然後再把H of S 換成H of Z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結果 在這個part當中 我們介紹了雙線性變換 這方法比前面的方法好 是因為前面的方法 微分近視法跟脈衝不變法 只能對應設計低通的濾波器 然後在這個方法裡面 雙線性變換 它可以做一個一對一的變換 然後它方法也是非常簡單 只要記住 S跟Z之間的轉換關係 透過上面的例子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 從S同面的function 可以得到Z同面的function 可以得到Z同面的function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